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部分是干粉 一部分要活成湿粉 把它煮熟 现在我就开始操作 我们要煮这个手粉 首先我们要把火打开 把水烧开 现在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糯米粉 用凉水活成面团 加入适当的凉水 把它活成面团 好了 我们这个面呢 活成面团了 现在我们用手注意给它拍成饼 你看我们用这手 给它拍成饼状 不要圆圆的拍成饼 现在我们把它搁在开水锅里边 一定要按扁 搁在开水锅里边 好了 给它煮熟 我们这个糯米粉团 在水里边已经煮熟了 现在呢 我们给它 给它拿出来 放在盆里 好了 我们取一个盆 把我们做好这个 捞到盆里 好了 把火关掉 下边把我们 这一部分的糯米粉 好了 倒到我们这个熟的米粉团里 把我们这糖 白糖 放到我们这里边 还有这一点点的小苏打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和面 用我们的这个熟粉团 把我们这个糯米粉 和好 好了啊 我们的面团呢 现在和好了 我们从盆里边取出来 我们下边开始搓条 揪劲 我们下边 好 我们现在把它揪成劲儿 好了啊 我们现在呢 揪的劲儿大小呢 根据个人喜好 愿意做大的呢 劲儿就可以揪大一些 这个是随意的 好了 下边呢 我给大家把馅儿和了 这个呢 要求呢 我们和这个的时候呢 要首先把这个熟面粉 加工熟 不要做生的 再有呢 我们的红糖呢 尽量不要有颗粒 先把它按板上 先用擀冰棍把红糖擀碎 好了 我们红糖呢 已经擀碎了 下边呢 把我们的花生和芝麻碎 好了 放入放在一起 再把我们的熟面呢 加适当的熟面 好 现在呢 我们用蜂蜜 把我们的馅儿 给调匀 适当的放蜂蜜 放进去以后呢 我们用我们这个 所有的馅儿呢 给它搓一下 好了 我们这个馅儿呢 转成这样的 可以成团了 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呢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馅儿 揪成一个一个的小团 因为一会儿 我们要做馅儿心 就给它捏成小团就可以了 好了 都捏成小团啊 一个一个的馅儿心啊 我们就都捏好了 给它摆在这儿 好了 我们最后一个的馅儿心 也做好了啊 我们这是备用的 下边我们开始包成品啊 好了 我们这面团呢 做好一定要有一个 尸体布盖住啊 要不然就风干了啊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包 拿一个劲儿 拿在手里 用手 两个手一对啊 你看 一对成圆形 完了 我们拿在手里 用手呢 压住这个面 压一个坑 把我们做好的这个馅儿 看见没有 填在里边 好了 我们开始封口 注意啊 一定要封盐 把这团圆了 好了啊 我们搁在水里边 蘸一下水 拿出来 放在我们的芝麻里边 看到吗 滚一下 好了 手拿得起来 还是这样 使劲地团 把芝麻团在上面 团成一个圆球 你看 好了 放在旁边备用 好了 下面我再包一个啊 拿一个劲儿 用手 对一下 好 这是一个圆的 圆饼 把它拿起来 搁手指的这个缝儿呢 这压一下 一个坑 把我们做的馅儿 看见 填在这里头 好了 把口封住 注意一定要封盐 好了 圆的了 现在我们把它搁水里 好了 转一圈 它都沾上水了 我们再给它沾上芝麻 滚一圈 芝麻以后 我们再把手 一定要记住 使劲地压住芝麻 使劲团 让它粘牢 芝麻粘在面上 要粘牢 一会儿我们下锅炸 这就不至于掉芝麻了 好了 我们所有的 煎炖的生坯 都做好了 现在呢 也都占好芝麻了 我们给它呢 从这芝麻里边 剪出来 剪到一个盘子里头 准备炸 好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芝麻团 一定要团得紧实一点 要不然你炸就 飘在上面 每一个芝麻 都要这样再裹一遍 用手裹一遍 这样呢 它芝麻就粘牢了 下边我们锅里倒油 把火点着 好了 七成热的时候 我们把煎炖 下到我们的锅里边 炸成金黄色 好了啊 我们的油温呢 怎么是呢 手放在油面上 感觉到有点热了 这样的温度就够了 六七成热 现在呢 我们开始 把我们的煎炖生坯 下入锅中 这个呢 提醒给大家的 就是说 不要放进去就不管它 一定 一个手 右手拿起这个漏勺 放一个要推它 不停地推 让它在里边滚起来 这样它长得快一点 一边下锅 一边搅 一边搅 推 注意 用它这个圆面弧度 跟它这个圆的是一样的 不至于给它刮破 也不要脱底 给它推起来 不停地推 我们已经炸成金黄色 捞出控油 把火关掉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控油的这个 煎堆 捡到我们这个盘子里 好了 我们这道外皮金黄 芯里边香甜的 煎堆就做好了 煎堆